台国今天再度改写历史新高 盘面上由平盖股扮演撑盘要走 台积电大涨26元至909元 再创收盘新天价 红海竞扬超过3% 大力光也涨半根停板 经历大盘中场大涨256点 收占22,048点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165亿元 其中外资回头加码168印 财政部次长阮新华则表示 股市目前处于高档 反映经济的基本面良好 不过也提醒投资人 还是要适度而为 沃国神山台积电又发威 12日狂飙26元 收在909元的历史新价 带领台股一路往上冲 加权指数周三大涨256点 中场以22,048点作收 与台积电股价一同创下新高记录 昨天的苹果开发者大会 那感觉上大家觉得 也许今年 那个苹果的手机应该会卖得不错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今天就是 所谓的苹概股 还一定突破900块钱到910块钱 另外像大力光、玉金光 所谓这个苹果的概念股今天表现得非常的亮丽 苹果股价大涨 激励苹概股走势 包括鸿海上涨超过3% 联发科进阳30元 大力光也上扬超过6% AI族群回神 黄仁勋概念股之一的会友 尽管被列为处置股 股价仍然再度攻上涨停 资金持续流入电子族群 相较之下中东情势缓和 拖累货柜三雄表现疲弱 另外星光人寿传出弊案 也导致金融股普遍走跌 星光金下挫1.88% 国泰金、富邦金同样纷纷走低 不过财政部次长同样也是国安基金操盘手的阮清华表示 目前看起来基本面良好 今天已经超越2万2 可能它是代表对未来大家都看好 而且我们的金融成长率也是上调到3.96 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反映这个基本面 不过大家还是要考虑到自己的风险的承受度 就是要适度而为 阮清华提醒投资人审慎而为 尤其经济局势瞬息万变 连准会降息时辰也是外界关注的议题 华南金控董事长张云鹏表示 如果美国通膨居高不下 也有可能明年才降息 因为美国有一些通膨的数据 还是降不下来 所以我感觉到最多应该是在9月份降一码 那或许如果这个数据 在第三季没有改善的话 大概或许在明年的年初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降息时辰扑朔迷离 接下来即将公布的美国CPI数据 以及FOMC利率决策会议的结果 将成为影响股市的重要关键 记者要联罗文明台北采访报道 结尾 我们下期再见